李晨的电影已经破断眉睫了 范冰冰也是不遗余力的宣传 就连星座的自媒体都没有放过 穿着大红衣服就去了 不过 同道大叔也是非常的毒识了 即便是面对气场十足的范冰冰 也是开口就问李晨的事 请快速说出三哥对李晨的密称 范冰冰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 保守的说了一个 乔哥 但是说实话这个答案非常的平凡了 面对大叔的多多逼人 范冰冰突然对着镜头娇羞了一下 然后老老实实的说了一个肉麻的密称 胖晨 因为李晨有段时间发胡了 所以估计这个名字就诞生了 不过就让人起急提疙瘩 而还是第三个 似乎都没想到 范冰冰居然叫李晨 牛牛 范冰冰本来以为李晨部分差不多了 结果大叔又紧罗密鼓的问了吃瓜群众 超级想窥探的秘密 李晨的微信对注是什么 范冰冰停顿了两秒 说出了答案 李先生 估计李晨给范冰冰的备注是 范女士 哈哈哈哈 很客气了 说实话没有牛牛拼起来动人了 但是呢 也特面说明了两个人相见如斌的一个状态 很正式 也很尊重 不过 虽然李先生这个备注没有特别的震惊 但是李晨的地位也是无人能动摇的 李晨和范冰冰现在几乎是狗粮专业户 时不时的都要来发狗粮 尤其是求婚之后 范冰冰的节奏整个就是越来越密集了 李晨求婚的那颗大撞械 范冰冰最近是平凡的有待 在颁奖典礼上 那颗大撞械的光芒早就盖过了奖杯 李晨在采访的时候说 校房回来了 先要把片筹给冰冰 可是范冰冰哪里需要这点钱 直接说 你用一生来偿还吧 也是非常的霸趣和小女人了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狗粮 但是我还是要像所有吃瓜群众一样推一句 你有本事秀恩爱 你有本事结婚吗